兄弟们啊 咱们现在的话也是到达四川卢州这边来了 跟这个汪老哥也是会面了啊 这就是他的这辆车 我看了一下这辆车确实好 你看看这里面的空间非常大 在这里面睡觉 前面还能放个洗衣机 空间的话是没任何问题 电池的话是72伏150安的 十度电上面的话有200瓦的这个太阳能板 后面整了个架子啊 你看这个空间 了不得呢 你看上面还有个大灯 超级亮 你看直接人就可以站在这个上面 前面是方向盘 还有空调 那一拖就有空调 那一拖对吧 空调的空调的空置面板 我还没装上去 螺丝一打上就可以了 都是他自己一步一步 改造来的 你看看这架子啥的 整的多漂亮呀 兄弟看一下这个前车啊 这个车了不得 四米长 四个轮子的 看看他这轮子 我的天哪 大呀 是是那种 厂里面的那个什么 巡逻车 然后改的这个电车 那 我这个体积 稀浪跑一圈 了不得呀 但是咱有点不敢要呀 兄弟们 太大了 我天哪 要是小一点的话就好了 其实说白了 他这个车非常好 你看这个后面 灯啥的 板子啥的 坐得非常的漂亮 为啥不敢要呢 因为这车太大了 超出我的这个 承受范围了 你的面包车应该也就是四米乘以一米五 没有四米 我的面包车三米九 差不多 差不多是吧 三米九这样 应该是三米九 从前面 从前面拉到这个后面 到了一个轮胎 没有这个只有三米六 三米六 总长三米六 宽一米五 体积 你看这体积超级大 了不得呀 我是真的是很想要 但是看到这个体积 有点害怕 所以说兄弟们 你们觉得要不要呢 反正是整下来的话 很舒服 因为这个汪 汪哥的话 帮这个车上面的东西 全都改好了 不需要自己投资 不需要自己再投资了 啊 而且这个 而且上面有太阳冷板呀 电池呀 电机呀 啥的都有跑的速度还快是吧 跑能跑六十码 啊 你说咱要是 给他整到西藏去 会不会好得多呢 所以说这现在是在四川这边 要开到那边 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呀 全是怎么汪哥一手改造 全手共打造 哈哈哈 看这架在这顶 哎 你看这这门 啊 关起来也是严死可疯了 啊 他外面外面这个锁我还没没没还没想好 他们的锁哦 本来说装一个那种电子式的密码锁那种啊 买一个啊 还没有买 然后也可以装那个锁客似的哦 这个门也可以 也这这些给他贴那个 胶条我已经买好了啊 这防水胶条防水胶条一贴 一盖没关的话那个防水胶条就贴 嗯 看看 这个侧面这样 哦 大 真的很大 那 里面 风条压缩机了在热气的在这里面 哦 然后还可以放个发电机 啊 发电机我搞了两个回来 两个搞一个 搞一个 啊 哇 两个发电机 了不得 这车真的了不得 哎 放发电机 我的天 然后这边的话到时候 有需求的话还可以放个700瓦啊 这太浓吧 侧面是吧 接着下面然后也可以把它展开 展开 展开 可以把它放下来 然后这边的话也可以可以搞一个那个 侧边杖 侧边杖 对 带整一个侧边杖 对 搞过来 啊 确实好呀 啊 我侧边杖我都有 然后这个 啊 我买的这个就是侧边杖的这个棚布 啊 侧边杖的棚布都整了 对啊 棚布我都买了 哇 我就买一只 哈哈哈 哈哈哈 你看 这个 啥东西都准备好了 啊 其实我是很想要的 啊 确实是体积大 跟个小面包车似的 啊 他如果说个三轮车 咱百分之百就敢要了 啊 我来兄弟们你们你们觉得咱要不要盘下来呢 咱们下期见 咱们下期见